學務處、教務處以及總務處三個處室 那這十四年來就是感謝志工夥伴們的幫忙 那下個學年度就是因為家庭因素我要調回林口 那所以接下來總務處就是由我們輔導處的 玉慧老師來接任 那希望各位志工夥伴們能夠就是跟以前一樣 就是多多的幫忙我們總務處還有整個學校 好那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請最漂亮的福島主任歡迎老師 謝謝師婷美女 這是他的處女秀獻給了志工隊 非常的感謝 那接任福島主任這一年非常的感謝大家 很多的活動有了大家 孩子們的笑臉就不一樣 不管是童竹組、昭虹組、故事組、大愛媽媽組、彩虹組 還有很多默默臨時支援的念讀服務、烤卷服務等等 很多很多都感謝大家 那我知道大家都有家庭有很多很多的活動 可是大家知道嗎 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在新南感受到最大最大的幸福感是因為 我們每一個在新南的老師、志工、家長 大家互為關心、關懷、支持 學校發生任何大小事情 大家都互相幫忙合作 我們現在學校有幾位職員 身體發生了一些狀況 我們大家聽到訊息 第一時間就是關心、慰問、去探望 能夠有點意思的就拿出一點錢 讓他買買補品 讓他鎖住不要擔心錢的問題 這一天點點滴滴非常非常的感動 那就是因為這樣一個善的能量 善的信念在新南展開 所以新南就一直在征班 沒有教室可以用 然後特學生呢 好喜歡來念新南 可以一直征 然後可是教育局說 不好意思 別的學校的老師正式的比你少 所以我沒辦法給你那麼多老師 所以其實我們的老師 每一個人的負擔量都是非常重的 每一個孩子都有他個別的需求 可是我們老師都是盡心盡力 我們的志工也是 這一點非常的感謝 那未來的一年 還有很多需要大家協助的地方 每一個孩子都需要陪伴、關懷 那老師也是需要支持 那這一點就繼續麻煩大家 那補導處未來的規劃呢 我們的馬老師他之後會融退 他在新南服務好多年 因為他人很低調 他實在不想拿麥克風講話 我幫他講 但是幾年的光陰在新南 付出了很多很多 然後很低調默默做事 但是每一個新南人都非常的肯定 我們的馬老師 兢兢業業 每一件事情都會做得穩穩妥妥 雖然只有在補導處一年 我也很感謝他的幫忙 那接下來呢 我們把門的研究